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宝贝们 晚安 亲自玩倒 一起跟天父说说话 今天继续来看 箴言二十章 二十四二十五节 跟着我来读 人的脚步 为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人冒失说 这是圣物 许愿之后才查问 就是自现网罗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决定 我和我宝贝一生的道路 你是最认识我们的造物主 你最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 也会用最全然妥当的方式 来满足我们的需用 天父 我们要向你承认 我们对未来 有时会感到担忧 但谢谢你应许我们 不要为明天惧怕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阿爸天父 帮助我们 谨守自己的心 时时仰望你的恩典 也学会保守 自己的脚步 不跑在你的前面 愿你引导宝贝 一生的岁月 跟着你的旨意前行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阿们